做红烧肉切记不要直接下锅炖 今天教你一招 做出来的红烧肉不但肥油不腻 瘦油不柴 而且好看好吃 特别的下饭 学会了全家人都会夸你是大厨 首先准备一盆清水 往里面加入半勺食盐 搅匀化开 然后把五花肉放进去 把五花肉放盐水里面浸泡10分钟 这样五花肉会变得更软 而且口感会更好 每天都在呕心里去 费清旺食的焦泽菜 能给个小红心鼓励一下吗 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看一下泡出了很多的脏东西 然后把五花肉冷水下锅焯水 放入葱姜和料酒 我们很多朋友在焯水的时候 都是水开了在下锅 如果水开下锅的话 血水碰到热水就会凝固 里面的血沫就煮不出来了 这样做出来的红烧肉就会特别的腥 我们看一下煮出了很多的血沫 用勺子撇出去 焯水后捞出冲洗干净 锅里不放油 然后把五花肉放进去 把五花肉煸炒出油 这才是红烧肉 肥有不腻的关键 接着把五花肉放入砂锅 放入葱姜和干辣椒 好吃的关键就是加入这个红烧料 做红烧肉 红烧排骨 红烧猪蹄 红烧鱼等很多菜都非常的好吃 再加入半碗啤酒 去腥增香 软化肉质 要想炖出来的肉更香 一定要加入开水 加入适量的开水 冒过五花肉 然后盖上盖子 小火慢炖一个小时 时间到了打开看一下 哇真的太香了 再撒上一点葱花和白芝麻 香喷喷的红烧肉就做好了 用这个方法做出来的红烧肉 看着就非常的有食欲 肥有不腻 稍微不柴 真的太好吃了 喜欢就赶紧做给家人尝尝吧